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到来一个三国战迹的要求啊 也是一个冷门角色的一个秒杀 关于这个角色的秒杀呢 玩的玩家呢特别特别少 没错几乎都是没有 咱们来看一下表演的这个ID呢 叫做乖乖女甜甜小妹 然后呢出门呢跑了19秒位 咱们这边来看飞帆击手 然后呢给一个张力剑 张力剑打出一个主要的输出 然后暴击飞龙接6A 然后再飞龙再6A 给一个超杀就快死了 关于这个人的秒杀呢 主要是啥呢 这个追D约等于没有啊 只能追这个反A 追这个正A的话呢 实战里边呢成功率极低啊 所以说的话呢 关于这个秒杀很冷门 然后呢关于秒杀的话呢 因为这个追D所限啊 所以说呢正常来讲 只能秒一些这个血量比较低的这个boss 依靠呢超B杀为主来堆伤害 这里来看第二个受害者梦优 飞帆戏手暴击6A 6A腾一盘A6A 打一个6A 然后这里来A反应追D6A 然后呢A超B杀 可以看到是吧 剩下呢就是追D AB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呢 用两追加两气带走了这个梦优 一共的话呢 就能秒这个五个 就是光利用这个反追 第三个傻狗 渡标新手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4下A 6A 然后飞龙6A超B杀 这是关于伤害最高的一套四招 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伤害 然后追D反A6A超杀 这里四一没打全 二追补全四一 三追AAB伤害正好 这是对于傻狗的一个秒杀 好下一个受害者 第四个受害者就跳到杀木科了 靠运气 暴击弹倒之后 如果他起身效就可以秒半兵给6A 如果他不效 这个秒杀就败了 后续两张招了 然后方式跟杀狗同样 A反A 然后呢这个6A必杀 541A反A6A必杀 张脚精四气拿下了这个杀木科 然后呢紧接着就要来到最后一个可秒的这个角色了 可秒的烧害者了 可以看到呢这关于的秒杀是吧 非常短 来了啊 这个最后一个受害者 梦科只能秒这个啥 秒这个这个血淘第一的 可以看到呢 几乎秒的血淘最高 就是这个一条血了 啊不对 杀狗是血淘最高的 好 这里先用修剑的清掉这个大狗 然后呢准备这个隐身一起手 暴击弹倒隐身一 然后呢给一个起手刀具度标大的伤害 然后4下A 6A A6A 抄B杀 抄B杀补完之后呢 一样 A反A 6A 抄B杀 然后准备 补一下 追递 然后最后一个反A A 抄B杀 拿下 各位呢 如果有什么素材想发给我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企鹅号 3711 59923 感谢这个大神的这个表演啊 我这本期的节奏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个赞 拜拜